15年前,一批青年才进来到了NBA,他们是03一代,是联盟历史比肩84与96的精英一代,15年瞬息而过,昔日风华正茂的他们,NBA之路走向凋零,在尼克克里芬先不退役后,03一代的NBA现役球人仅剩7人,而这个数字还将不断减少,直至A0,任何人都将是时间面前的手下败将,03一代已经在于岁月的搏斗中打出料荡气回肠的战役, 留下料温暖原心的记忆,那些于城城于青春相关的时光印记永远不会相逝,最伟大的坚守勒布朗詹姆斯,2003年选秀首轮第一顺位在2003年选秀前,联盟某球队的球探报告这样写道,即便你的阵容名单上都是小前锋,你也不能错过他,如果你有机会得到他却没有选,你就是犯罪,他,就是勒布朗詹姆斯,在尚未进入NBA之前,或是高中生的詹姆斯, 就拥有天选之子的称号,被认为将成为NBA一个时代的标志,但NBA选秀历史中,被大肆吹捧的球员并不少,最终能够兑现那些没好设想的球,缘确并不多,而詹姆斯做到要让选秀前的种种乐观预计都成真, 詹姆斯在NBA的成就不必遮延,他已经是联盟力史前十,乃至前五级别的超级巨星,詹姆斯的最伟大之处是他天赋绝顶确刻苦努力,使今年如一日自律勤勉, 这就是维时摩当03一代的其他球员,或退役或衰老时,詹姆斯仍处于生涯之巅, 33次的詹姆斯在常规赛打满巴二场,成为NBA历史唯一在年过30后还能单赛继长军得分篮板,助攻27加8加9的球员, 当我们以为骑士在常规赛的波折已经逼出料全力加十,季后赛的战况说明我们还是低估料这个男人, 詹姆斯在季后赛战斗历经一步升级,长军34加9加9,东部半决赛长军34加8加11, 横扫料常规在东部第一猛龙,因为拥有詹姆斯,03一代机身伟大之列, 因为拥有詹姆斯,03一代的故事未完待续,天才少年的迷失甜瓜安东尼, 2003年选秀首轮第三顺位,我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的点,以对一的方式打败勒布朗, 说这番话时,卡梅隆·安东尼19岁,他成为了2003年选秀探花,笑容中带住杀气, 少年英雄但是豪侠,安东尼与詹姆斯在高中时期一时一辆绝蛋双胶, 田瓜高中毕业后加盲雪城大学,一年时间横扫NCAA,长军22.2分时篮板带队, 获得像是首个全国冠军,安东尼当选次强赛MOP最杰出球员, 从少年时代开始,安东尼就是一位杰出的得分手, 他的这个特质延续到NBA,在03一代中, 获有两名球远总得分25000加,分别是詹姆斯与安东尼, 为德都未能做到,安东尼NBA生然长军24分在03一代中也仅次于詹姆斯长军27分, 出类拔萃的得分能力让安东尼成为全明星, 但组织进攻和防守方面的欠缺让他始终无法成为一名优秀的球队领袖, 这是他与詹姆斯和韦德的最大差别, 是他至今没有摸到总决赛地板的关键原因, 加盟雷停是安东尼的一次尝试, 他为廖融入球队,长军投篮降到深燃新逼, 15年来首次赛季长军得分不到20分, 在维少身边,安东尼成为廖一名街球跳投行球员, 成为廖战术体系中的配角和利劣, 然而,安东尼的个人牺牲换来的却, 是雷停在常规赛磕磕绊绊绊, 待机后在首轮出局, 安东尼有权在惊吓跳出合同, 何去何从一团迷雾, 34岁的安东尼已经不是当年的小甜瓜, 同是当年的天之娇子, 安东尼与詹姆斯的差距越拉越大, 距离在剑已不远为德, 2003年选秀首轮第五胜位在031代中, 维德是最早取得成功的, 他在进入NBA后的第三年, 就杀下廖总冠军和总决赛MVP, 巅峰时期的维德不仅仅是一位强大的得分手, 也是优秀的组织者和防守者, 是仅次于乔丹与科比的NBA历史第三分位, 维德的伟大不仅仅在于他的个人能力, 也在于他的团队精神, 在热火三巨头时期, 维德不但降薪, 还放弃廖战术核心的地位, 在詹姆斯重返其事后, 维德在度显心帮度热火或得打造阵容的工资空间, 说起来有些不可思议, 维德作为热火队史第一球星, 从未班赛季拿过队内最高的工资, 是维德的突让成全料热火当年的辉煌, 而当维德老料, 当他的膝盖抱受伤痛折磨, 在热火退役或许是最好的结局, 当热火在季后在首轮出局, 维德坦言, 他确实想过这, 或许是他最后一场比赛, 他会在夏天作出决定, 由一名球员与维德共同创造热一下历史记录, 成为在同一个赛季完成NBA首秀并, 在同一支球队效力时间最长的双人组, 这名球员就是哈斯勒姆, 严格意义上来讲, 哈斯勒姆不是031代球员, 他是在2002年参加选秀洛榜, 去法国打热一年球, 然后加盟热火的, 恰巧于维德同一年进入球队, 哈斯勒姆不是那种天赋绝佳的球员, 但他刻苦, 强硬, 坚硬, 识别血型的球员, 从2007年开始成为热火队长, 是热火队史单人队长时间最长的球员, 于维德一样, 哈斯勒姆也是今校合同到期, 他是否会与维德一起离开, 当你在NBA打料这么久, 来到我今天处于的位置, 是否继续打, 或有两个因素需要考虑, 一是身体和精神上能否承受, 二是家庭, 哈斯勒姆说, 我很幸运在身体和精神上都还可以, 我要考虑的是家庭, 我和维德一样, 家庭在我们心中还在第一位, 因为我们要打比赛, 错过了孩子们的许多成长经历, 当你年轻的时候, 篮球是第一位的, 但随着你变老, 你会越来越重视篮球之外的东西, 你们问我是否想和维德一起退役, 那样当然好, 我们的情意早已超过篮球, 但我们还需要时间做出决定, 他们早已离开2003年选秀之后, 新秀大合影将目前位列骑士名单之中的帕金斯计算在内, 现役球员中共有7名03一代成员, 分别是詹姆斯骑士, 安东尼雷霆, 大卫维斯特勇士, 帕楚里亚勇士, 科沃尔骑士, 维德热火, 帕金斯骑士, 2003年选秀, 总计有58人上榜当时是29支球队, 其中11人从未在NBA打过球, 包括我国球员薛玉阳, 薛玉阳在2003年选秀第57位被独行侠选中, 随后被交易到绝金, 当时篮协表示薛玉阳尚不具备打NBA的能力, 应该多锻炼今年再去, 另外薛玉阳参加选秀, 事前,没有经过篮协的批准, 违法妙篮球, 向墓体, 并经纪人管理暂行办法, 篮协拒绝放行, 薛玉阳的NBA之梦破碎, 在拥有NBA征战经历的47名031代成员中, 已有40人结束NBA球员生涯, 离开的原因不尽相同, 有的是纯属实力不济, 031代有13名球员在NBA打球时间未超过三年, 有的是因为患病, 比如波什, 昔日热火三巨头之一, 因为血凝快问题尽管不舍, 但还是不得不退出NBA, 即便波什渴望付出, 却满有下文, 有的是因为受伤, 比如福特, 福特是2003年8号秀, 运动天赋惊人, 尤其是速度极快, 爱福森与福特交手后所探, 在这个联盟中, 唯一比我快逼或许就是他料, 遗憾的是, 福特先天性追管狭窄, 他的脊椎和颈部都很脆弱, 他在新秀赛季就出现颈部脊髓挫伤的情况, 休息料一年多, 而后不断遭受脊椎伤式的困扰, 在29岁的时候就不得不退役, 在谈到自己选择退出NBA时, 福特坦言, 多年来, 我打球就像在做避讳严重微 鞭身体健康的子弹, 拼到最后, 我真的没有力气继续下去料, 我一直在用生命冒险, 现在是时候放手料, 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若是再一次倒下会是怎样的结果, 伤病是最凶猛的蓝路虎, 曾入选前明星的031代成员莫·威廉·摩斯, 约时霍华德等, 也是因为生病与NBA说再见, 另外, 还有年龄的因素, NBA对于身体条件要求极高, 并非人人都能像詹姆斯那样长青, 迪奥是2003年21号秀, 拿过最快进步球员奖, 帮助马特在2014年夺冠, 拥有法国魔术师的称号, 他在2016-17赛季结束时已兼35岁, 男赴当年之勇, 未能获得NBA球队的合同, 前往法国连赛打球, 有一位031代成员的离开颇为令人感慨, 那就是米利西奇, 15年前, 米利西奇·利亚·安东尼, 波什·何韦德等多位NCAA球星, 成为2003年选秀榜眼, 仅为列詹姆斯之后, 那时候, 米利西奇才19岁, 他根本不料解美国篮球, 举个例子, 米利西奇在NBA生涯初期, 戏恋或者比赛结束后回家洗澡, 而不是在更衣室洗完, 因为他不知道在美国, 球员们都是一起洗澡的, 选中米利西奇的球队是活塞, 当时的活塞是东部最强球队, 这只已冲冠为目标的队伍, 没有给米利西奇提供成长空间, 十人活塞主教练拉里, 布朗偶尔派米利西奇上场, 要求他在内线对抗, 而那时候米利西奇更喜欢在中远距离投篮, 这不是布朗欣赏的打法, 原本心理上就不够成熟的米利西奇, 带活塞遭到冷遇, 他变得一怒, 曾不止一次因为发火后击打墙壁倒, 致手不受伤, 米利西奇还酗酒, 喝得醉醺醺的出现在球馆内, 这是任何教练都无法忍受的, 凭借天赋, 米利西奇在NBA打料10年, 最后一年是在凯尔特人, 他主动向球队表示不想继续打料, 他要结束球员生涯, 离开NBA的米利西奇开始料国际生涯, 另外还做水果生意, 拥有自己的农场, 米利西奇的妻子开料服装店, 远离篮球的米利西奇, 成为料一名收益颇丰的商人, 他找到料适合自己的道路, 感谢观看, 喜欢士兵的朋友, 赏一个订阅吧。